用佛法来理解身心健康 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二次的开示 二 台长可以给你们一个示范 你们现在去想一件 你们过去做过错的事情 你们的心中马上就内疚 包括你们结婚前 过去的男女朋友 包括你们的爸爸妈妈 包括你们的孩子 包括你们的朋友 你们曾经做错过了什么 这才是真正的在学佛 要忏悔啊 要懂得自己做错 你们想想看 你们还愿意做错吗 你们跟着师父学佛 就是你们不想再做错 所以就要把这些 在心中污浊不干净的东西 全部把它挖掉 把心清洗干净 这就叫道理 没有其他道理可以讲 这些六道轮回 这些在你心中轮回的东西 永远是伤害你的心的因果 它不是一种善良的东西 它是一种可恶的东西 它是让你自责的东西 它一定带着严重的污染性 我这里有一位弟子 一位老先生 在还没学佛前 不知道关心孩子 孩子最后比他早走 他就难过得不得了 他要不是自己学佛的话 他哪看得见 孩子到天上去了 难过吧 一个年纪轻轻的孩子 因为想不开 就自寻短见走了 对于一个老人家而言 你们知道 伤到他的什么吗 伤到他的内心 痛苦啊 所以叫你们学佛 就是让你们好好拨正自己的心灵 你们的心都不正 都不干净啊 很肮脏 你们看到一件事情 是自己的就想做 就想拿 看到是人家的事情 就想推 就想不管 这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吗 你们现在做任何事情 是先想到自己 还是先想到人家呢 而这些自责的东西 永远就牵挂着你的心 让你想不通 想想看 还没死就想不通了 等你躺在床上 你能够想得通吗 你们现在 如果谁得了癌症 你们想得通吗 第一句话就是 为什么是我 你们告诉我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自己造的因 你今天就得到这个果 所以劝你们 不要去造因 你就不会有这个果 要懂得 把心中这些污染的东西 赶快挖掉 我对不起人家 我现在念小房子 父母在世时 我不够孝顺 我赶紧念小房子 这个小房子 和礼佛大忏悔文多好 是观世音菩萨 给你们一个忏悔的工具 让你们心里能得到平静 你们要懂道理 你们学佛 叫师父教了半天 什么道理都不懂 叫师父有什么用啊 你们看师父 为了弘法 师父付出了什么 你们问这些小青年 从早到晚 师父在干什么 我一天三场三场地这么讲 我不要命地在救人 你们拜了师之后 你们做了些什么 如果有念经的人 师父原谅你们 如果没念经的人 师父真的要责怪你们了 太不像样了 但是今天坐在这里 作为台长弟子的 基本上都还是在念经的 只不过是念得多和少的问题 所以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 是根本去除不了这些业障的 靠自己的力量 就只能走命运 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只有靠菩萨的力量 只有靠着毅力跟决心 我要彻底改变自己 我过去做了太多不好的事情了 我现在坚决不做 我要有毅力 我要有决心 我要坚决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 我对不起太多的人了 我对不起自己的身体 我今天身体为什么不好 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注意 还有什么话好说 你连自己都对不起了 你还会对得起人家吗 想想看 你们讲过多少错话 做过多少错事 你们心中以为时间长了 就忘记了 你们每一个人在心中 都积压了这么多肮脏的东西 已经把你们的机器都损坏了 你们知道吗 你们的良心都坏掉了 过去不学佛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啊 现在学了佛 吓一跳 还问自己 我有这么坏吗 真的就是这么坏 你们很多人 自己说自己很好的 有什么好 嘴巴乱讲就是不好 损人力气就是不好 损害自己的健康就是不好 就是不孝顺父母亲 肉体是父母给的 人家说 痛在儿身 伤在娘心啊 孩子受伤的话 你们说 妈妈难过吗 自己的儿女大了 出去闯祸 做父母亲的 比儿女还难过 你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种感受吗 所以不孝顺 也体现在 你们损害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们现在身体 经常动手术的 整天不好的 就是你们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好好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 一个是 包括锻炼身体 走走路 吃得健康一点 还有一点 就是心里要保持健康 自己心里经常不开心 经常起贪念 恨人家 嫉妒人家 这些都是伤你身体的 恨的时候 人就跟在地狱一样啊 难受啊 你们知道 一个人在家里 恨人家的时候 多难受 打耳光 砸东西 他已经恨得没办法了 这就是 人间地狱 要懂得这些道理 做这些事情 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 儿孙 自有儿孙福 你们管得了吗 自己的孩子大了 你们管得了吗 很多人 现在很聪明 星期六的时候 就把孩子带到观音堂来 让卢台长教育教育 我跟这些孩子讲讲 他们很开心 父母省了很多心 你们看现在 坐在这里很多的弟子 都是年轻人 他们为什么都明白这些道理啊 我不是说 你们年纪大的不好 但是 你们年轻的时候 就是不如他们 你们就没这个福气 你们像他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 你们懂什么 你们知道慈悲吗 你们知道做功德吗 知道念经吗 年纪这么大了 还要不相信 可怜不可怜啊 你们看看洪先生 他虽然容貌是中国人 但是 上辈子 他是一位西人 所以他的太太 也是澳洲人 他一辈子 做了很多的善事 但是 他也做了很多错事 你们看到了 这么大的年纪了 你叫他还能怎么办 他想想 他后悔的事情 是一大罗啊 还好 到了晚年 知道要修心念经 可能还会有个 好的归宿 这就叫修心 你们大家要明白啊 然而 不明白的人 不代表不用悲债 就像是 一个人说 他不懂法律 他闯红灯的话 警察照样 要扣他点数 罚他款 你就算不明白道理 你无心伤人 也是有罪的 不明白 并不是一个理由啊 要把心中的六道 要慢慢地去除 要把自己的脑筋 经常放在天上 也就是 经常要想到 开心的事情 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 要天天想着 开心的事情 要想到 我人做的也不好 我如果境界 再不提高的话 我就是一个凡人 我要学圣人 我要有境界 我要想到众生 我活得才有意义 我整天想着自己 自私自利 我这个人活在世界上 是没有意义的 真的是这样 如果一个爸爸 不想到自己的家庭 他也是有罪的 一个妈妈 不想到自己的孩子 他也是有罪的 这也是 想到其他人 如果父母 都不想家庭 跟孩子的话 这也是在造孽 只不过是 缘分深 和缘分不深的 差别而已 所以学佛 就是要懂道理 你们年纪 越来越大了 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你们身体 每一个部位 都会出毛病 昨天 台长跟青年团开市 据统计 一个大医院 一周平均 会有十多个人过世 平均一天 会走一个人 想想看 全世界有多少医院 一天要死几万人 你们想想看 这不就是在收人吗 过去哪有几个人 生癌症啊 现在 说生就生 说这个地方不好 就不好了 好好的一个人 说倒下来 就倒下来了 这不就是惩罚吗 不就是不知道 自己吃几碗饭吗 所以身体 说有就有 说没有就没有 不要以为 自己可以青春涌住 没有的事情 师父跟大家说 毛病是由于业力所致 当业力来时 犹如火山爆发 你一边逃 你一边逃 还要一边回头看 那种恐怖的力量 让你觉得 逃都逃不过 师父一个徒弟的父亲 从发现癌症到走 就三个月 他的父亲到澳洲来探亲 三个月 就走掉了 过去讲 这叫做客死他乡 怎么会走的 就是业力所为 所以当一个人业力来 报应到的时候 逃都逃不掉 像火山爆发一样 啊 怎么会有这种病啊 病急乱投医 这个药也吃 那个药也吃 找医生左检查 右检查 混混叨叨的 实际上 这个时候 已经有灵性在身上了 他要把一个人带走 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一般生癌症 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期间 是危险期 刚刚发现的时候 你的脑子会浑浑叨叨的 不知该怎么办 东检查 西检查 切片啊 抽血啊 弄下来都半条命了 就这么简单 师父告诉你们 当业力来的时候 会使你搞不清楚 就像本来 夫妻还挺好的 一下子 忽然发现了 对方有外遇 突然之间 要闹离婚 对方思想 都毫无准备的情况 像火山爆发一样 又想 有人本来走在 马路上好好的 忽然来一辆车一撞 就没了 师父之前 也跟你们说 澳洲有母亲 在倒车的时候 让小孩子 乖乖站旁边 不要动 结果一倒车 小孩子刚好走到车后 母亲就亲手 把自己的孩子撞死了 等到母亲 急忙下车一看 就发疯了 狂叫 这就叫做 夜里来的时候 像火山爆发一样 那种恐怖的力量 是无法逃脱的 稍不留神 就把你融进去 你就什么也没有了 美国911时 3400人 在纽约世贸大厦 全是精英 你们想想看 你们的孩子 念到研究生 博士生 到了最好的地方工作 不过就是在 纽约的世贸大厦里面吗 3400人 在瞬间 全部走了 全是精英啊 你们想想看 这不就是人的灾难 为什么人还要这么贪 为什么人还不知道 自己的业力呢 一个佛友 跟着台长的法门修的 他所乘的一架飞机失事 机上二百八十名乘客 全部离难 他就没上飞机 为什么他没有上去 因为他在学佛修心和念经 你们呢 在剩余的最后一点点时光 你们还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讲讲人家 跟人家聊天 你们知道 每一分钟流失的 都是你们的生命啊 师父这样拼了命再做 是在救你们的命啊 你们知道吗 马来西亚一场法会 菩萨给了主办人 严寿二十年啊 你们天天还在干什么 念经不念经啊 不念经 还跟人家聊天 打电话 你们傻不傻 都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这个天时 已经不对了 师父跟你们讲过 平均一个月 都有一次到两次的地震 你们去查一查 有没有 犹如一个人 天天在生病 早晚要倒下来 我们人 不能寻找刺激 很多人 就是去寻找刺激 这些刺激 怎么来的呢 就是觉得 生活没劲 实际上 人要居安思危 不要去寻找 无谓的刺激 这些刺激 对你来说 没有好处的 凡是对人体 有伤害的东西 它一定有刺激性 比如 喝酒有刺激性 伤肝 抽烟有刺激性 伤肺 谈恋爱 有没有刺激性啊 伤心啊 师父哪句话 说错了 你们过来人 都已经经历过伤心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知道 不要去找那些刺激 你们知道 拼命赚钱伤什么 伤身体啊 因为他拿身体去换钱 世界上的钱 赚不完的 有生意来的时候 就拼命去赚 你能得到什么 你能得到一个好的身体吗 你拿命换来的钱 而这些钱 弥补不了你的生命 等到要走的时候 你还是拿这些钱去看病 而且还要承受那种痛苦 这些痛苦 包括天天打针 吃药 化验 物理治疗 浑身站都站不起来 想想看 如果你们年轻的时候 忧着点 忠庸之道一点 钱赚得够用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成为富翁呢 为什么都要成为李嘉诚呢 李嘉诚的成功 你们知道他付出了多少 所以这个叫做道理 学佛的人应该懂道理 追求名利最后又怎样 就算做了总统 你看 连克林顿最后也得下台 过去 岳王勾建 秦始皇 这些皇帝霸王 现在不都没了吗 你今天是克林顿也好 小布什也好 也都成为过去了 有什么用啊 但是 当他们争取做总统的时候 他们是玩命的争取 他们在争取选票 演说的时候 他们是不睡觉的 靠着咖啡因来提神 但是 到了晚年有什么呢 房子就是一个 汽车就这么一辆 你看看 我们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 他就是一个司机 一辆车跟着他 又怎么样 我们要抓紧时间 修心念经 我们不能再浪费生命了 今天 你们很多弟子坐在这里 很多人在修心念经 也有很多人 没有在用功 你们浪费的 不是钱 你们浪费的是你们的命啊 你们小青年 再不好好珍惜时间 你们很快 就会成为中老年人 你们老年人 再不好好修心念经 你们浑身都会是病痛 那就离死亡不远了 我经常跟你们讲 一个学佛念经的人 永远是青春常住 他很开心 一个老人 到了养老院之后 就成为三等人 等吃 等睡 等死 你们现在 如果不好好修心念经 你们就成为三等人 就不过 陆 那 有 ten 那 我